他救过唐太宗,未入灵阉阁,却成为昭陵时刻上唯一的开国功臣。 文婉峰墓与唐太宗李世民,是唐朝第二位皇帝,在薛平歌剧群雄的战争中,立下赫赫战功,登基之后,李世民为了纪念在战争中,先后骑过的六匹骏马,命令昭明公义美术家闫立德,昭明画家闫立本兄弟,用青石浮雕描绘六匹战马形象,放置于自己的灵幕前。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昭陵六郡,六匹马的名字分别为,萨鹿子、玄毛瓜、青锥、石伐赤、特乐票、白蹄乌,在这六块师刻中,有一块非常特殊,除了骏马萨鹿子外,还复刻有一个人像,正在把战马胸前被射中的剑,这个人并不是李世民本人,而是唐军肖将秋行国。 昭陵六郡图这块时刻反映的,正是秋行公丹枪匹马永有李世民脱险的传奇事迹,秋行公出身于将门世家,祖父秋寿是席位将领,曾任镇东将军,父亲秋和,曾任隋朝兹,梁,蒲三州刺史,左域位将军, 将堂之后,授予上主国,焦州总管,被封谭国公,秋行公骁勇决伦,善于骑射,在随莫天下大乱之际,和哥哥秋势力在其轴, 雍州金一带聚集兵马一万余人,首位没成金陕西没写,附近百姓都前来依附, 到贼流寇不敢进犯截掠,百姓多复之,群道不敢入境, 一宁元年公元617年,秋行公将堂,被任命为光禄大府,随后跟随李世民四处征战, 秋行公是戏土武德三年公元620年7月,秦王李世民率军东征正王王世充, 唐军兵封所指,正军将领纷纷投降,仅仅几个月的时间, 王世充就只剩下都城洛阳,11月,向下名王斗剑的求援, 武德四年2月,王世充得知斗剑得答应发兵支援后, 勇气大增,太浅两岸精锐部队,出城在芒山与唐军交战, 李世民试探正军须使,就亲率数十名骑兵, 应该是唐军精锐悬甲军,冲入敌人阵中, 正军士兵则纷纷后退,无人赶朗其风,被杀死,杀伤很多人, 仲杰披靡,莫敢当其风,所杀伤甚重。 由于长堤的阻挡,李世民和部下骑兵失散了,身边只剩下秋行公, 几名正军骑兵冲过来,弓箭射中李世民所骑的郡满萨路子的前胸, 有近骑术人追击太宗,始终欲满堂太宗画像万分危急的时刻, 秋行公掉转马头返回,剑无虚发,将冲过来的几名正军骑兵射死, 后面的骑兵吓得不敢向前,秋行公跳下马,将萨路子所中之剑拔出, 将自己的战马让给李世民,然后手指长刀,徒步向前冲杀, 大声呼喊,斩杀多名正军,最终保护李世民杀出冲围, 返回唐军大营,萨路回营后倒地而亡,聚越大呼,斩树人, 托阵而出最终,唐军大获全胜。 五月,李世民又在虎劳关击败,并且俘虏斗建德, 王室冲雄图抹路,只好向唐军投降, 不久,被与其有杀父之仇的唐豪定州刺士独孤修得杀死, 李世民登基后,魏表张秋行公孤身就驾之公, 赵令娟克其拔剑形象于萨路子时刻上, 这也是昭龙六郡之中唯一有人像的, 李世民为浮雕体字,紫燕超越,古藤神郡, 戏者三川,威灵八镇,赵克时为人蚂蚁像行公拔剑之转, 立于昭龙缺钱,现藏于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秋行公 和萨路子时刻昭龙六郡中的萨路子和全毛瓜, 两块时刻,在1914年被人打碎后偷卖给美国人, 现藏于大洋彼岸的费城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, 后来,剩下的四块也被打碎装箱,幸亏被截获, 现收藏于西安卑林博物馆, 贞冠十四年公元六百四十年, 秋行公跟随侯军集公灭高昌国, 被封天水郡公,唐高宗时期,秋行公升任人又武侯大将军, 即陕二周四时, 灵德二年公元六百六十五年去世, 十年八十岁, 嗜好为乡, 陪葬于唐太宗昭林, 陪葬于唐太宗昭林,